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侯 我答应半年之内帮你出气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 以后凡事都要配合我 这样我才能顺利完成我的计划 好 人家以后都听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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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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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久不见了 是啊 最近忙什么呢 你哥来这儿 找过你好几次了 最近工作比较忙 还被公司派到外地出差了一阵子 所以才没办法过来的 原来这样啊 你刚才说 我哥来找过我好几次了 那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给我 话倒没有 不过给你留了封信 美慧 你到哪里去了 我已经好几个月 都没有看到你了 哥哥心里很着急 很担心啊 美慧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在忙什么 只要你一接到这封信 八月十五 中秋晚上就一定要来面摊 另外我跟你说 我过去向你提的那些梦想 我一定会做给你看的 也保证以后一定会让妈妈 和你过上很好的日子 最后 哥哥再提醒你一次 中秋节晚上 在面摊见不见不散 我觉得洋行能请到建豪 应该是我们的福气 你知道吗 这几天进出货比较忙 又刚好碰到中秋了 建豪就请所有的员工加班吃饭 而且还自己掏药包 真的是待人又待心 是啊 什么呀 我还是不对 对 真的 你儿子 然后这儿 你叫你 你儿子 庭 你对吗 我找来 你让你来 回来 然后这儿 你 你 只可惜 王总管没能看到 这一切 好了 不说这么多了 我们准备一下吧 等会儿去看戏 好 走 李妃小姐 你就别等了 你哥肯定有事不会来了 不可能啊 我哥哥明明在信上说 八月十五在这儿见面的 而且说不见不散 他一定会来的 那你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如果要来啊 早该来了 你额额额额额 要不然你先吃 我去帮你弄碗热汤了 谢谢老板 哥 没会 哥 你怎么才来 才让你等了一会儿 你就嫌久了 我还想嫌你呢 这段时间你跑哪去了 都找不到你 哥 我肚子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好 吃饭吃饭 来 热汤来喽 中秋节 特别招待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二位 慢用 没会儿 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公司忙 他们派我去上海学习 所以 才没有回来苏昭给你见面呢 那也应该通知我一声啊 联络不上你 你知道我有多紧张 多担心吗 对不起了 哥哥 算了 以后不准再这样了啊 听到了没有啊 嗯 知道了 没会儿 没会儿啊 这次受训回来 有没有回去看妈妈 我一回来就去看妈妈 哪像你呀 回来也不去看她 本来我还想 今天跟你一起回去的 没想到 还是不能把你带回去团圆 哥 你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都不回家看看妈妈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看妈妈 当初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啊 我就说过 以后啊 要等我成功之后 才会回去的 你每次都是成功成功 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 我已经打开成功之门了 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已经是 顺服洋行的总管了 顺服洋行总管 没错啊 就是 全苏州最大的洋行 顺服洋行 对啊 怎么了 你不相信 那你明天早上来洋行找我 我带你去参观参观 这样不好吧 你工作那么忙 会影响到你工作的 没关系 只是看看 会有什么影响啊 反正你明天早上来洋行找我就对了 好啊 哥啊 我觉得好为你高兴啊 好 高兴就多吃一点 看看还需要什么菜 尽量叫 今天我请客 真的啊 真的 来